农村小哥剪石头 一个玛瑙石啊 外表来看坑坑洼洼 但是这个地方敲开的话 发现里面的颜色啊 很黄 还带了一些弯来弯去的玛瑙纹啊 这个石头它不是很大 从这边可以看出啊 它中间的地方应该是比较冰透的 然后旁边的话 它就带了这个黄色 这种料子它不是很大 只能给它出一些小的物件 玛瑙石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看法 就是说 它基本上没有裂 也没有棉的说法 杂质的话 它也很少 我切过这么多 能看到有杂质的 几乎是非常少的 所以说 玛瑙石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看法 切开的话 主要是看里面的颜色 跟花纹 还有图案 因为一个天然的石头 只要它里面的颜色比较艳丽 再加上出现一些天然的图案 就可以体现出这个石头的美啊 所以说石头不切 不知道 切开 有可能吓一跳啊 好 我们先给它切一刀 看一下这一块 切开里面到底怎么样 石头 刚给它切了一刀啊 然后这边的话 还留了一点 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美食啊 但是石头还没有切开 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是美食还是丑食 好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来那边 来那边 刚才一刀下去 一刀下去 麦形的一瞬间啊 哇塞 这里面是空的 水挡没有了 本来里面有个水挡的 你看 切穿了 这个石头 然后它里面出现的纹理 还是比较壮观啊 中间有这个一圈圈的玛瑙纹 然后这个颜色的话 它也比较鲜艳 像这种 哪怕是里面有水挡 也是很难发现的 因为它这个孔的旁边 它有这个玛瑙纹 这个玛瑙纹 它是深色的 里面有水的话 也是看不清的 水挡的话 用那种白色又质的 才可以清晰的 看到里面的水的 由于这个玛瑙纹 比较明显 这个石头也比较小 利用这个条纹 出一些珠子 每个珠子 都是带这个条纹的 还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啊 这个料子看上去 也是有点像战国红的感觉啊 美食 每天切石头 以您分享石头的美啊 如果你也喜欢石头 请关注小哥 感谢您收看小哥的视频啦